食肆等表列處所今天開始要用安心出行 政府授權四間社福機構向毛家姐發證明書 去免他們用安心出行 但是拿到證明書 是不是就可以暢通無阻感吃飯呢? 車嫣行和一個毛家姐去看國 毛家姐Johnny拿到社區組織協會發出的文件 證明沒有智能電話用不到安心出行 證明書到手了,但是用不用到呢? 我想問一下,我沒有安心出行 我用這張政府那張東西可以嗎? 你猜我就不知道 餐廳職員似乎不太清楚 擾讓了一陣子 最後都是被Johnny填字仔代替安心出行 到了另一間年所快餐店 這張可以的嗎? 這張可以的 兩個職員先後看了大約一分鐘才放行 雖然順利入到餐廳 但Johnny認為政府宣傳不足 毛家姐即使拿到證明書 都未必有用 就像你一時鐘繁忙時間去吃的 誰會有空來呢? 你一說一句 可能製作一些濃縮板 製作一張卡 兩邊,這邊是政府的 這邊是我的個人資料 有張卡製過膠 這樣就方便他們待 他估計一個月內會發出近100張證明書給毛家姐 外展隊會進行探訪 核實毛家姐身份後才向他們發出證明書 有線電視記者青行報道